日本周围翻海下,差点就波及到了台湾 这事听上去就够吓人的了 结果现在居然又传出 美国和日本要在台湾岛附近藏军火 这到底是希望台海和平还是盼着台海出事啊 不就是把弯弯当叼堡了吗 更令人费解的是 岛内绿绿居然还引以为荣 兴奋得不得了 真当人家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台湾人吗 这万一要踩了红线 我看台湾有再多军火也没用 粮食卫生食都要先团一波咯 过年了送福了 看大爷,别苦的一张脸了 就算小兰兰一直选一直输 日子还是要过的嘛 来来来,我的福气送给你啊 明镜党要给我送福气啊 哎呦,大可不必我要不起,要不起啊 你还嫌弃了 这送上门的福气往外推 这可不吉利啊 哎呦,谁不知道吼 绿绿为了讨好日本 竟然要把那个核食改叫福食 哎呦,拿老百姓的安全玩文字游戏 这个福气吼 有有毒啦 看看你 人长那么大只 心也那么小 不就是日本大哥哥 送点吃的进来吗 这也没证据证明吃了就会怎么样吧 为了保护台湾,你知道大哥哥有多努力吗 日本?保护台湾?哎呦,是你崩了还是我崩了 不知道了吧,美国和日本已经商量好了 要在台海周边储备军火 最近的地方离台湾只一百公里 一旦市城那就是三营 喂喂喂 不能储备军火你发新闻干嘛 好家伙,过去的蔡英文吼 疯狂挑衅,害台海变成火药桶 这下真的才火药桶的啦 我听说有什么联合空对地飞弹 远程反舰飞弹 反辐射导引飞弹 这么多高大上的装备在保护我们 好有安全感哦 哎呦,你能不能有点脑子哦 还有老美把炸药放在你家门口了 你还这么开心 哎呦,真的爆发战争 台湾哦,这么点的土地和人 什么Win-Win 我看是蹦蹦佛啦 那,那也是因为对岸欺负我们啦 在这之前 美国和日本会派兵过来的 现在日本不是都有美军基地了 未来台湾也是可以期待的啦 美军基地吼 现在都变成日本最大的疫情破口了啦 吓死人吼 哎呦,还准备什么军火 我看吼 美日压根就是想在台海加油添火啦 所有的美国官方文件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官方文件提到说 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一定出兵 或者美国会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 协防台湾 有没有 所以哦,别再骗了 退一式武林部说 就算美国真的出兵 哎呦,他们最后有几次打赢的 哎呦,要嘛弄了一团招 要嘛就拍拍屁股散人 哎呦,你真的怎么这样 老是唱说我们的好伙伴 年轻人都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老美现在通胀疫情塞港 民生物资都被抢 哎呦,就台湾拼命地往这破车上绑 啊,你也别在这做梦啦 啊,最近几不妙哦 哎,你赶快跟我去当义工吧 哎,走了,走了 等义工多危险 我,我才不去 美国和日本开完的所谓二加二之后 做出来的重大决议 竟然就是要在台海附近 也就在日本的西南周边海域的几个列岛 连城的一个微型岛链 要共同的来储存军火设备 表面上这叫做避免两岸冲突 两个实际上是在制造两岸之间的冲突 本来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对于最后的结局 有一套自己的步调稳定的在走 来推动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然而如果海外的反华势力越加的抢硬 越加的猖狂 民进党的台独势力不断的以美以日谋独 甚至呢来挑动两岸关系的话 那么当然中国大陆也很有可能会提前的来解决最终的答案 让海外再也使不出所谓的台湾牌 来牵制来勒索中国大陆 因此美方也好日方也好 尽管呢在台海的周边设下了种种的弹药库 展露了美日的狼子野心 正是透过这些棋子 希望两岸的动画尽快产生 然后在整个国际局势的博弈当中 让美国能够略战上风 美日的这些行径 尽管呢他就是趁着当大陆 还在蓄势待发 还在准备前往复兴的路上当中 设下的这些的绊脚石 但是我们必须要实力证明到 一旦实力强大的时候 这些绊脚石也好 这些所谓的弹药库也好 通通都是会被清扫干净 这些绊脚石也好 这些绊脚石也好